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已经时隔了八年了 所以说在夺挂的那一刻 中国球迷真可谓是热泪盈眶 当然了对于中国男篮来说赢下这枚金牌可谓并不容易 而在赢下这枚金牌之后 大家都在说多亏了周琪 多亏了王哲林 多亏了丁燕宇航 多亏了爱不独等等 可以说在大多数球迷的眼里中国男篮 能够夺挂他们的功劳是最大的 毕竟正是由于他们的付出中国男篮 才能够最终站在亚洲之巅的位置之上 不过如果站在小编的角度上来看中国男篮 之所以能够靠三支国家队拿到金牌最英 该感谢的应该是下面这三人 毫不夸张的说 如果不是他们中国男篮 想要夺挂真的不会这么顺利 而且要不是他们中国男篮也不会在这两年发展这么快 首先感谢的是姚明主席 相信姚明在去年接过来写主席这个接力棒 那时候大家都对姚明产生过质疑 大家都在心里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尤其是在姚明把中国队分成了 红阳队的时候大家更是对姚明产生了质疑 然而经过这两年的发展 我们能够看得出来姚明的思路是非常清晰的 而且把中国队分成两支球队 更是非常好的锻炼了年轻球员 正是分成两队才挖着出来了 阿布、东、周瑞等一批优秀的年轻球员 而在比赛结束的那一刻 现场更是高看姚明的名字 从这一点我们就能够看得出来 大家对于姚明有多么认可 其次就是李楠 可以说在进入亚运会之后 李楠的压力是最大的 毕竟这是李楠第一次以主教练的身份参加亚运会 但是在进入亚运会之后 我们能够看到李楠的执教习惯非常好 还有浴室非常冷静 从来不会大喊大叫 更为值得一提的就是李楠的临场应该能力非常好 比如解赛时刻的车轮站防守哈达迪 坚持使用防缩等等 都充分发挥出了主教练的作用 俗话说得好 火车跑得快不快 全靠车头呆 显然这句话 完全的阴在了李楠指导的身上 一点不夸张的说 如果不是李楠在亚运会上的处次之交中国队 想要战射强大被伊朗似乎并不容易 最后感谢赵季伟 在亚运会开打之前 赵季伟在一次训练中爆销 从而无缘亚运会 但是这一次受伤无疑也鼓舞了整个中国男篮 在出听之前中国男篮的所有队员都一直的表态 要为赵季伟带回来了一座金牌 说白了在中国队的内线深处大家都有一颗坚韧的心 大家都希望能够用金牌来弥补赵季伟的商品 所以说我们能够看到中国队 哪怕是被伊朗大比分领先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 这就是大家所谓的恒心